本來我想要過幾天 過幾天啦 因為中間還有一些事情 上傳頻率不會那麼高 我本來想要過幾天再上傳那個 我找到一個遊戲的 單裡面有很深的內涵 本來想要過幾天再來做了 但是突然早上看到 一個一則消息 其他消息我都不看 我只看鵝烏戰爭的境況 還有 鵝烏戰爭現在準備在頓巴斯爆發決戰 這個你們自己 各位自己去上網去追蹤啦 烏克蘭情況不妙了 所以那個偷票賊 哲列斯基跑到斯拉維洋斯克 都站所有的僱傭兵都弄過來 好真的是萬歲重鋒 這不提了 那另外一則消息是突然冒出那個謝長亭 就是派到鵝烏戰爭 就是派到駐日代表的 中華民國台灣烏龜王八局派到 駐日代表的一個一隻烏龜 他这个乌龟是表层绿色 底下是蓝色 他原本是国民党的爪扒子 谢长廷 国民党爪扒子 他的履历 各位自己上网查就知道了 但他曾经是国民党的爪扒子 潜伏在民进党里面的 后来发现民进党失控 他后来是被 所以不被入核心 把他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国民党派过去的 蔡英文知道 他的什么身份 就把他外调到日本去 可是他 他最近办了一个天大的蠢事 先前有提那2025年 说要搞什么展会 日本不给他展 搞那个什么日本 叫玉山诸事会社 不能叫台湾 因为他日本很清楚 知道2025年不会有你了 所以他也不甩你 吃了多少和服食 反正你的和服食 你买回去给台湾那些蠢民吃的 蓝绿都有的蠢民吃的 蓝的比较少 绿的比较多了 蠢民吃的 所以他不管你 就是不准你用 只能用你到时候只是玉山诸事会社了 G20 那个无敌旋风雄啊 岸田 岸田 本来习近平不见 因为他知道他是来探口风的 他是用话来试探探口风的 关键也是台湾问题嘛 但是 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可能 保证自己绝对不泄密啦 什么的啦来探 探完之回来之后呢 他不是搞了那个什么立宪党的两个议员吗 立宪党是极右翼哦 然后高喊 大骂台独嘛 大骂台湾 大骂台湾 他没有骂台他 台湾 我看他那个内容笑死了 骂完那岸田不讲话 他跟他讲台湾有事跟日本无关 日本无关 极右翼讲这种话 结果 这个谢长廷跳出来说 这两个是亲中的 然后 叽叽呱呱一堆嘛 那岸田的反应会是什么 你谢长廷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他讲说 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是安倍晋山啊 安倍赏的遗产 你不提安倍还好哦 你一提安倍代表你 你谢长廷真的是 这个江湖真的是白混啊 他以为他拿安倍来压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会听话 你应该要安倍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你怎么可以不接他的遗产呢 你怎么可以说 台湾跟你无关呢 你只在在乎钓鱼岛呢 你一提安那个 岸田文雄一定是发火了 他的无敌旋风雄就变身了 他一定 所以你谢长廷一定把你捶回去啊 一定把你捶回去啊 代表你完全不知道 你真的以为只是那个什么 山上山下则以去把他 是山上吧 我忘了他的名字 山上则以 什么统一教的事情把安倍干掉啊 你相信啊 可见他跟那个蓝绿混在一起 混到智商都有问题 你的江湖真的是白混啊 谢长廷 你好歹也混击很多年啊 你混击江湖很多年啊 之前不是北扁南亭吗 北方沉水扁南方谢长廷吗 在民进党里面你用爪扒子的身份 还是呼风唤雨啊 可能是那个绿1450跟1450混太久了 跟那些什么那个什么 之前搞那个卡绳 专门捡那个旁门左道的那种 那种人混久了 就真的以为 就智商就下降了 就跑到那边 安倍安倍安倍 他真的不知道安倍怎么死 你不要说有先见之名啊 像我两年前说安倍会怎样死 你连后见之名都没有啊 你至少来个后见吧 岸田一定知道啊 是谁处决掉 处决掉那个 安倍啊 岸田一定知道啊 那你怎么会跟他讲安倍安倍 拿安倍来压他呢 然后你看那两个明明是业务义 要跟你台湾做切割 代表他在G20已经示范出口风了嘛 那两个人是岸田叫他出来讲的嘛 岸田不亲自讲的原因是有美国人的压力嘛 这些都不知道你无所谓 你至少看了那个自卫队啊 他名字叫自卫队 你就应该知道他不能打啊 他是女优时代的自卫出来的啊 他武器都是美国的那个啊 连金正恩发导弹他都吓得要死啊 你真的真的去拜泰军真的信这个啊 所以我说谢长廷啊 你混击江湖这么多年见识是这样子啊 那那那你真的是这个这个江湖你白来一趟 所以你看这个我看一下你的履历很很可悲耶 你混击江湖这么多年 然后引进和服时给给台湾的一些蠢民吃啊 蠢的吃啊 我是绝对不不吃日本进口的 只要不要吃日本我就不吃啊 呃 日本现在除了女优其他都没有什么好了啊 女优还有田弄啊啊田弄可以啊 或者一些他们动漫或者是保留了一些中国的东西 还可以看一看啊 其他都没有什么好了啊 没有什么好了 呃所以我都 那个日本进口的我都不吃以防是和服时吗 啊 不是吗 那个 你看你 当他拜泰军的 拜了这么多年你难道 你不知道你拜的那个东西的内容是什么吗 你怎么会跟他讲安倍呢 啊 你看从钓鱼台之争 冲之鸟辅导何时台南设置为安妇的铜像 现行群都支持日本这一方 遭到蓝营以大部以及部分媒里非绿媒哈这边括号非绿媒 呃 网友网为是助助助帮助日本的代表也也讽刺他是谢小夫哈 小夫就是那个 日本卡通那个 我们以前叫小叮当啊 现在叫哆啦A梦那个 那个嘴尖尖的那一个家伙 啊 帮助 坏人来欺负弱势者的那个 那对啊 你你你你当谢小夫你总要 总要有点狡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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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情况不对 对 右翼的两立线党 右翼的 你然后你说他是亲中 然后再跑到 吴迪旋风雄的面前 说那是安倍的遗产 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拿这个来压他 你不知道你何福什是白痴的吗 安倍怎么死他真的不知道耶 但是我认为 他马上新访独钩就来了嘛 那个岸田 他的新访独钩就来了嘛 他一看到你这个谢小夫 他就很觉得恶心了 就觉得恶心了啦 他当然不会讲说我是连北韩都打不赢的嘛 日本当然不会这么讲嘛 他也不会讲说我我怕中国中国大陆嘛 他更不会讲说我我已经去试探出口风了嘛 G20我去探出口风了嘛 你一定会 你一定会挂掉嘛 一定会被解决掉了嘛 那你至少看出安倍怎么死嘛 他喊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就被枪毙 然后你说这个是遗产要他继承 但现在已经是负债是垃圾了呢 他现在正在清理垃圾 然后你跟他讲说垃圾给我吃下去 垃圾是你 你们台湾这些蠢民吃呢 还有你谢小夫吃呢 你叫我岸田陪你吃 然后陪安倍一起死 怎么可能 难怪难怪会被修理啊 难怪他被修理啊 他的江湖真的是白混了哈 你看他的履历 从国民党爪趴子一路在民进党里面选 然后在台湾打滚这么多年年纪也不小了 是大我一两倍的大我一倍的人哦 他的祖先是那个 清朝的时候这边有啊担任过 担任过澎湖的守备官啊 担任过护尾就是包含淡水啊 根据他自己去去福建漳州那边 那边任主过 然后可是任完祖回来不得志 大陆那时候没理他 他就跑到 就 后来去当败泰军的汉奸了 然后 然后他也有原住民血统 这很正常台湾的那个都会有混到原住民血统 我母亲那边也通通都有 但是你江湖白混啊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会跟岸田说你要你要跟安倍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怎么被砰砰掉的 你说我要跟他一样 代表真的叫白木啊 真的 你已经没办法跟他解释了 难怪岸田不想跟你讲话让你滚 让你滚 让你滚 你就去玉山诸事会社参展就好了 因为 岸田已经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不会有你了 不会有你那个什么台湾驻日代表了 不管你怎么帮驻日本都没有用 好可怜 你这个江湖真的白混啊 你看这个履历 我还以为你是江湖人士 至少 我 随波逐流无可奈何 至少我 有一番见识 难怪大陆当时不要你 因为你 你讲出来的那个内容都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至少有 有用的可能性都没有啊 好可怜 那我觉得 街长庭你的江湖路真的是白混 哈哈哈哈 他讲的事情到最后都会相反的 那原因你知道啦 原因就是他连这个江湖的见识都没有啊 白走一趟江湖路 竟然跟岸田提安倍 那他感觉你会不会是田龙派来刺我的 岸田一定这么认为啊 他知道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你那个田龙是会玩乌龟被刺的 你你你你长相也像乌龟嘛 你的行为也是乌龟转圆啊 啊 那那岸田一定知道说那你 哎 不会提了 哎就不会提了 我也来念新闻 我本来不喜欢念新闻啊 但是他那个 太太扯了啊 啊 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啊 强调如果 啊 台湾人认为独立会遭受到支持 那样 的人在台湾内部争取 浙江无法制止 举动 并询问 首相你不亲口名言吗 啊 很拗口 那那基本就是代表他被派出来讲的嘛 啊 那他不讲话啊 連續两个人都这样问 结果谢长廷最后回应 我认为中共现在的重点 不是反台独 而是放在 反对不同 一 啊 这你说对了 这你说对了 只要不同意他就会揍 你说维持现状 中共则又慢慢提高他的说辞 所以你永远跟不上 你以为说我们现在不是台独 他就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就要打 这你现场您知道嘛 然后希望日本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 但是 他就是被美国军力控制了 他想要有主体意识也 也身不由己 你在那边叽叽歪歪 他的主体意识显现了啦 枪毙安倍 你呼吁日本有主体意识没错啊 他枪毙安倍啦 这是他的主体意识 这是对的 那你拿这个主体意识说你要支持台湾 这个 那只能让安全认为你是智障啊 你不知道安倍是怎么死的吗 你要我陪他啊 他只能得到这个结论啊 台湾当然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但不会说一定要日本怎样才能台湾生存啊 那个谢长廷终于终于鬼叫了啊 然后但是他又补充一点啊 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是怎样反日教育的 其实日本才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一旦内部发生问题就会找外地转移目标 最容易转移的目标是日本 日本没有这样自觉是很危险的 不要以为他是台湾 哈哈哈哈 你自己讲话他都都都矛盾了 那对啊你讲的这一段也有部分是正确 所以日本要枪背安臂啊 枪背安培嘛 枪背安背嘛 因为你讲的有有反日教育嘛 所以天弄之道这很危险嘛 天弄之道很危险嘛 我不要跟美国人弄嘛 因为美国人到时候一定派我去打枪啊 这些你前面都懂啊 跟底下的故事你不知道啊 你江湖真的白混了呢 谢长田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死 然后你跟岸田在那边纠缠 我不晓得那两位国会议员怎么讲的 但我要提醒 那个岸田一听到你讲这种话 他一定是一定是你 可能你连玉山诸事会设的那个 那个摊位都要更小一点 然后你多吃点和福食 看你能不能 智商 智商再提升一下 多吃点和福食 江湖路白混了 你看人 这个老手 人生失败没有关系 但是就怕是一直失败到 年纪这么大 连一点的见识都没有 讲一些话 让当事人都感觉到 哎呦 我不想再跟你讲了 拿安培 来压岸田文雄 那 他新访突钩更严重啊 我又没有呛 你要我陪他一起死 他都从720探听口风回来了 当然派这两个人出来 所以他一直在跳嘛 说你日本才会被打 不是我 那你他那为什么那么急 代表他前面拜太君 拜太拜拜 拜的那么用力 发现全部白费了吗 连立宪党 都都都反了 极右翼 让极右翼出来讲 好啦好啦好啦 你改名叫安倍晓夫啦 切长点 改名叫安倍晓夫 你以后就变日本人 被捅掉之后你就变日本人 因为你也知道不同就要处理你了嘛 已经不是在反台独了嘛 他用他那个律师的那个 那个辩词 因为你讲 要切割台独 他马上把台独变成不同一 他以为用那个律师的答辩 我现在想通了 我现在绕来绕去 他为什么讲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话 我整个想 他是用律师的答辩来 来反驳你啊 因为他以前在这一套 用这一套在台湾很很很很适用啊 就是那个 在那个法律跟那个政治上面 拐来拐去 拐台湾的那些蠢民没关系啊 但是 填弄底下的那些人 你拿这个来弄他有用吗 他只能发现你 你连安倍怎么死你都不知道啊 才会用这个律师答辩的方法 马上从你的 你讲的台独变成不同一就要被打 然后 会被打再绕回 绕回 中国其实也会要打日本 事实上 他那个 岸田已经懒得跟你跟你辩论了 因为他知道跟你这个 律师辩永远辩不完嘛 你们台湾的那些男之纳 以前那个 他日本人叫台湾那些皇民一直在拜日本的时候 那些皇民以为我已经被接纳了 可是 他日本里面的那个行为都是都在讲 都是在讲台湾就是南之纳 南之纳 那个中国大陆人叫北之纳 你那个叫南之纳 在他看来你现场你真的就自纳见处于你 还当过清朝 祖先还当过清朝守备 可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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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当过国民党爪耙子 你连这个见识都没有啊 你拿那个律师来套他 他懒得跟你辩了 他不会跟你辩了 因为 真相 岸田 我猜岸田已经清楚了 大概清楚 他不告诉你而已 你在那边 律师在那边跳有什么用 啊 谢长宁你的江湖路白混了 他不过谢长宁至少知道自己快被捅了啦 只是他还在寄望日本能够救他啦 但是你没看懂那个滋味队什么意思嘛